受到台风 南马都 外围环流的影响 造成日本九州一带从前天开始就下起了狂风暴雨 不夸张的是当地的下雨量打破了记录 九个小时之内半天左右而已 就已经下足整个月总雨量的2.2倍的水 这场被称为十年一次的大豪雨 目前已经夺走至少三条性命 22人失踪 当地政府也发出了避难警告 要求民众必须先自保 防止被洪水以及泥石流青海了 日本九州遭受台风南马都吹袭过后 暴雨成灾 上万户人家电力供应中断 其中福岡市更成为了重灾区 房屋前的洪水非常汹涌 水位都快淹到屋顶了 一些车辆更被夹带大量泥沙的洪水 冲击得无法行驶 整个重灾区仿佛遭到了海啸侵袭 这下都是全滑的 东西都是全滑的 这下都是什么样的 还没有什么样的 暴雨过后市面满目疮痍 多条公路受损 洪水也导致一些村庄的房屋坍塌 整辆车子也倒在路旁 目前将近57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暂时被安置在疏散中心